哇塞!各位看官,听说了吗?杨子和徐凯要在新剧《成欢记》里上演相爱相杀的戏码了。这可是两位大咖的首次合作呀,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了?别急,别急,让我先给大家爆点猛料。 今晚在央八十九点三十分首播四集的新剧《成欢记》,前阵子追风者大结局可是赚足了观众的眼泪,沈静真的牺牲让多少人哭到心碎呀。不过,好消息来了。央八和腾讯视频四月九日就要开播新剧《成欢记》了,这衔接的可真是天衣无缝啊。 前一步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后一步就是甜蜜蜜的和平年代,这跨度,简直比过山车还刺激。那么,这《成欢记》到底是啥样的呢? 简单说,就是杨子在《孝顺和爱情》这两道坎上挣扎,最后却在事业上大放异彩,还顺便收获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没错,你没听错,就是杨子和徐凯这对CP。不得不佩服杨子选剧的眼光,而且与之搭配的男演员, 都是实力派,这次是杨子和徐凯的第一次合作,按照杨子的旺剧《体质》,与他搭配的男演员能火一把,《成欢记》改编自一书同名小说。 讲述了《卖成欢》,杨子是由于妈妈的过度干预导致与男友分手,与徐凯饰演的酒店经理人姚志明上演一场霸道经理与苦命员工的日常,就预告来看。 其中最最吸引人的剧情就是母女之间的感情,现代社会总是喜欢将母女关系对立,但大部分母亲真的是爱,她只是有些过界,怎样在成人之后平衡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成欢记》涉及的母女关系值得一关,《卖成欢》的名字就寄托着父母希望女儿成欢膝下的期待。 《卖成欢》和妈妈刘婉裕的关系是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 妈妈掌控欲强烈的爱包围着女儿,女儿急欲从爱的束缚中挣脱,结果已经看到了,妈妈找回了自己,放手了子女,母女的和解过程就等着剧情展现了。 期待成欢记的故事治愈现实生活中的每一对母女,妈妈过于爱子女,为了做妈妈,忘记了自己,而儿女长大,会需要个人空间,有自己的追求,需要自由, 成为独立的个体,妈妈要学会多爱自己和放手,儿女要对父母对一点耐心,提供情绪价值,大声说出爱,大多数母亲都是想孩子好的,只是她们的方式也许不是最好的。 但是相信互相沟通去尝试改变终归是会好的。 《卖成欢》很勇敢,相信刘婉裕女士也会改变的,还是希望所有的妈妈先爱自己。 先是自己再是妈妈,《成欢记》不仅是一部关于亲情的剧,更是一部关于成长与自我救赎的故事,真的很期待她的正式播出。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出见时你们互相看不顺眼,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们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部即将开播的甜蜜爱情剧,《成欢记》,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从欢喜冤嫁到甜蜜恋人的故事。 这部剧的主角是我们熟知的杨子和徐凯,杨子,一个性格活泼开朗的上海女孩,在剧中饰演的女主角既单纯又孝顺,而徐凯,则是那个一开始总是想方设法捉弄女主角的腹黑总裁,两人一出场就火花四溅,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期待着他们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爱情火花。 故事的开始,杨子在事业上拼搏努力,得到了继祖母的认可,接管了继祖母的酒店,而这时,继祖母的亲孙子徐凯出现了。 他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一开始就对杨子百般捉弄,但慢慢地,两人在不断地摩擦与碰撞中,发现了彼此的优点和吸引力。 在剧中,徐凯总是以各种方式捉弄杨子,比如在工作中给他制造一些小麻烦,或是在生活中偷拍他的丑照,但每一次的恶作剧背后,都隐藏着他对他的关心和喜爱。 这种独特的方式,让人感受到了他们之间别样的甜蜜,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感情逐渐升温,他们一起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共同成长,经历了欢笑与泪水。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也让观众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力量。 除了甜蜜的爱情故事,成欢记还深入探讨了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 杨子在剧中不仅要面对事业上的挑战,还要处理复杂的家庭关系,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成功地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矛盾。 让观众看到了当代女性的独立与自强,而徐凯则从最初的附黑总裁,逐渐转变为一个有担当,充满人情味的男子汉。 他不再只是单纯地捉弄女主角,而是开始真心实意地关心和守护她,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成长与转变,感受到爱情带来的积极影响。 这部剧充满了浪漫与甜蜜的元素,无论是海边的浪漫漫步,还是星空下的深情告白,都让观众沉浸在爱情的美好中,这些浪漫的场景让人们相信,爱情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值得一提的是。 《成欢记》还通过生动的人物刻画和情节设计,让观众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力量。 剧中杨子与继祖母之间的深厚感情,与徐凯之间的兄妹情深,都让人们体会到了家的温馨和亲情的珍贵。 杨子和徐凯的精彩表演也为这部剧增色不少,他们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全身心投入,让观众看到了鲜活的角色形象和生动的爱情故事。 无论是杨子的活泼可爱,还是徐凯的腹黑霸道,都让人过目难忘。 总的来说,《成欢记》是一部集爱情、家庭、事业于一体的甜蜜爱情剧。 它不仅拥有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还展现了浪漫唯美的场景和感人至深的亲情。 这部剧能让观众在欢笑中感受到爱情和亲情的美好与力量,想象一下。 在某个悠闲的午后,你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杨子和徐凯的精彩表演,被他们的故事深深吸引,是不是觉得生活都变得更加美好了呢? 这就是《成欢记》带给我们的感受。 爱情和亲情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 2018年,徐凯通过古装剧《言喜攻略》在内鱼开始拥有姓名。 他饰演的复查复衡、外表俊朗,对女主吴锦妍、款款情深,不仅成功俘获了大量女观众的心,还被认为是顶流的后辈人选。 然而,其后续主演的《招摇》、《招歌》、《烈火军校》、《离歌行》、《你微笑时很美》等剧都反响平平。 与吴锦妍二搭的《上时》以及和杨幂合作的《爱的二八定律》都有爆笑。 但徐凯也没有成功抓住机会,近年来,徐凯还主演了《雪英领主》、《乐游园》、《齐金昭》等剧,影视资源接连不断,但就是不温不火,离顶流之路渐行渐远。 连徐凯本人都伤心的片段,傅恒和魏英洛有多让人意难平。 难道这就是白月光的杀伤力吗? 没想到24年了,居然还走不出来复查傅恒。 怪不得网友都说,复查复衡能保徐凯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不是我说。 这哥们实在是太灰眼了,仅凭一个镜头,就把白月光彻底具象化。 而他和魏英洛的逼结局,更是让无数观众一难平到落泪。 难怪魏英洛即使在大雪中三败九寇,也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曾爱过他。 毕竟这哥们的爱实在是太拿得出手了。 不仅如此,去年徐凯和于书欣主演的奇金招,更是一播出,就吸粉无数。 不过让人觉得离谱的是,徐凯明明播了很多剧,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给人一种不温不火的感觉。 而直到看到电视剧《成欢记》官宣定档才知道。 徐凯这波简直赢妈了,不仅搭档杨子出演男主,更是一上映就直接定档秧巴。 别的不说,光凭这个就已经是热播剧预定了。 不过网友纷纷猜测,有姊妹的加持,徐凯能否凭这部剧更上一层楼呢? 小编认为,徐凯的代报之路如此漫长,多少与他的家暴传闻有关,当顶流需要一个完美人设。 先不说传闻是否真实,可徐凯一旦家暴形象先入为主,再立完美人设就太难了,以至于观众在看他的作品也可能带有一点抵触。 看看这次的《成欢记》能否帮他翻盘吧?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快来一起追剧吧! 相信《成欢记》会给你带来一段难忘的关剧体验,看完之后,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哦! 你觉得杨子和徐凯这对CP怎么样呢?他们的爱情故事有没有打动你的心呢?别忘了点赞和分享哦!